为了逃避处罚 有些驾驶员会采用遮挡隐藏号牌的方法 最近重庆交警也拦下了一辆 在号牌上做了手脚的车辆 而这辆车隐藏号牌的方式有些特别 我们发现辆红色的大火车 它的新机构也 而且号牌也存在异常 大家请看 它的号牌现在是完整的 没得不存在异样 好 看它马上变成一块黑色 是不能示威的号牌 指挥室立即通知巡逻民警盘查这台大火车 并将司机和车辆带回支队进一步调查 就是这台大火车 我们这会儿看起来 你看这个号牌在车头 没有任何的异样 而且非常的牢固 怎么拉扯都掰不下来 可是只要是按下驾驶舱里面的一个按钮 它立马就变样了 原来车牌后连接着一根钢制的伸缩杆 由气压驱动控制 只要一按钮 车牌就能够向下倾斜 甚至放平 躲避监控的拍摄 因为故意这档号牌 这位周性驾驶员目前所持的B2驾照 将会被降成C1驾照 这也意味着 他将失去货车驾驶员的工作 代价可谓不小 感谢观看